10月31号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笑 针对美对台军售 以及外国军舰频频过航 台湾海峡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日前 美国国防部宣布 批准价值19.88亿美元 对台军售案 包括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 对此张小刚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违背自身承诺 变本加厉武装台湾 给台独势力壮胆打气 妄图加速把台湾 推向兵凶战威的险境 民进党当局 买美国的武器 那投名状 美方抽台湾老百姓的血 养肥自己的军工复合体 事实一再证明 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 是迫害台海现状 制造两岸危机 危害地区稳定的 祸根乱源 张小刚表示 台湾问题是 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认清武装台湾 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 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几件美制武器无法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 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实际强化练兵备战 全面提升打赢能力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外 针对近一段时间以来 包括法国 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军舰 频频过航台湾海峡的举动 会不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张小刚也作出回应 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 打着所谓航行自由旗号 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安全 中国军队始终严阵以待 坚决反制一切 威胁挑衅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外国分裂势力不断插手台海议题 有记者提问 台所谓防长声称 解放军对台要进行封锁 按照国际规范 必须禁止所有舰机进入 这种做法以视同战争行为 国际不可能做事不管 对此张小刚怒斥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哪有什么所谓防长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哪有什么防长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解放军有关行动 演练的是打台独 维护的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 正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执迷不悟 斜扬自重 没出路 及时回头 才是案